螺旋桨飞机的平飞速度世界纪录 是这架换装大功率发动机的格鲁门F8F战斗机 在1989年创造的 极限时速850公里 约0.7马赫 之所以无法更快 是由于螺旋桨夜间会先到达音速而产生激波 如飞行速度增加 则桨夜上超音速区域继续扩大 阻力发散会完全消耗掉发动机的剩余功率 导致螺旋桨的拉力无法继续提高 但是噴气发动机的叶片 很像飞机的螺旋桨 为什么就能推动飞机跨过音速呢 从用途上看 飞机螺旋桨的作用是增加空气向后运动的速度 空气动量变化越大 螺旋桨拉力就越高 因此桨盘直径大 桨夜数量少 有利于提高桨效 但噴气发动机不同 它的压气机叶片是为了提高空气压力 使空气经竹极压缩进入燃烧时 与燃料混合燃烧形成高温高压燃气 而发动机大部分推力则来自燃气喷射的反作用力 其余的推力来自压气机叶片 所以压气机后面的气压比螺旋桨要高得多 这造成叶片表面的气流 是从低压向高压方向逆压流动 因此这一区域称为逆压梯度 过大的逆压梯度就像一个撬杠 将负面流动的气流撬起 发生气流分离使叶片失速 解决办法就是让叶片数量足够多 大家共同分担挤压空气的负荷 保证每个叶片上的气流 都能在较小的逆压梯度里负面流动 所以众多的叶片组成了一个圆盘 但压气机和螺旋桨一样 在叶片迎面气流达到音速时 就会出现激波而产生很大的阻力 这就要求飞机超音速时压气机入口的气流 必须还是压音速 将气流减速的任务是飞机的进气道完成的 进气道的铺面是一个中间有仿锤型阻挡物的管子 超音速时仿锤的尖锥会制造后略的斜击波 使通过的气流增压减速并发生偏转 此时的气流还是超音速 当气流到达进气道唇口时 又会受到唇口前缘的阻碍 形成与来流方向垂直的正机波 气流再次被增压减速并偏转 使流速低于音速 而后进入扩张型管道继续增压减速 提供给发动机压音速气流 但有些飞机或导弹的速度过快 即使经过两道激波减速 也不能降低到压音速 所以要把仿锤体的尖锥铺面做成内凹形 使气流在内凹处再形成一道斜激波 经过两斜一正三道激波的减速 使气流在喉部减速到压音速 而后再扩张段继续增压减速 再输送给发动机 所以多数战斗机的进气道 就是将两波系或三波系的外压式进气道 从中间一分为二而来 由于这种进气道要产生激波 同时气流在唇口处转折 造成较大的进气角 所以进气道本身的阻力也不容小觑 但比起螺旋桨飞机只能靠蒋液的拉力 超音速喷气机的动力 则来自发动机尾喷管的推力和压气机的推力 二者合力抵抗住了燃烧式后涡轮 飞机外形和进气道的阻力 使飞机超过音速 不仅如此 作为后浪的喷气发动机 在外形设计上也是吃一欠掌一致 与硕大的螺旋桨相比 它的叶片直径被严格限制 即使最大转速下 叶间附近的超音速区域也非常狭窄 从而避免了螺旋桨前辈被击波吊打的尴尬